同样也是纪录片 拍的是一家很棒的书店 在新竹有一位夫妻原本在竹科上班 两年前决定放弃高薪 投入二手英文童书店的经营 店里藏书超过25万册 而且他们念小学的女儿 还是店里的最佳选书员 他们说二手书比较便宜 希望更多的孩子有机会阅读好书 这一套书 凯迪拉克儿童绘本奖的 第一大奖就是凯迪拉克 因为他是全世界第一个 为儿童画图书的绘者 坐落新竹县竹东镇 转买英文二手童书的书库 成立之初是书店主人 对孩子的爱 其实看起来是长得很快的 然后能够陪他们时光 一错过就没有了 我们想要的生活模式 其实我们可以直接 直接投入书店是一个平衡的方式 对他或许有时候上面会拒减 但是其实他就是我们理想的 一个生活的模式 可以整天跟小孩子相处在一起 埋在书堆里面其实 其实我们觉得 他就是我们所渴望的方式 专注于英文童书 来自于希望能让更多的小朋友 看见来自国际的创意 你跟哪里最好 像 昨天我只在玩那个 像这个 这是Laye McQueen 然后你可以上面写 它是铁跟铁跟铁 铁粉跟铁 它教你画车子 美国书真的很多 我们台湾不会有那样的书 对 但是他们就很鼓励 小朋友去学这些 有的没有的 对 孩子本来是不是 这里很多的书 其实是台湾书上 从来不会进的 对 因为就是有关于其他的 好例如美国原住民文化 或者是黑的文化 二手书的选择 则是希望借此压低价格 进而让更多的孩子 自有机会阅读好书 如果价钱降到一定的 界点的时候 父母会很乐于让小朋友 自己去跳他们自己 就喜欢的书 它真的要够便宜 它能够很快速的 散播出去 这是我们的目标 诶 这边还有诶 这是什么 开店两年 店里的书已累计 超过二十五万本 对走进店里的家长 和小朋友来说 书架上堆叠的 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创意与惊奇 对书店主人而言 分享阅读这件事 也早已不再只是 说说而已的梦想